好那我們今天要上的是這個就是延續上一節課的就是 等於說 我們上一節課已經學到簡單的資料整理嘛對不對 那我們這一節課齁 要進階要首先先教大家寫 自己的函數 你說我開始教大家寫自己的函數的話你就可以理解解說 SQRT這個開根號 這個 這個函數怎麼弄出來的 因為可能就是又有個人去定義了一個SQRT這個函數 然後說這個SQRT就是0.5四方的意思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 那個有了這個制定函數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很多 很複雜函數把它包成一行這樣子 那這樣子未來我要使用它的時候我就只要用一行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制定函數要怎麼用啊 這制定函數啊 它的結構長這樣子了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會沒有 等它一下 好它結構長這樣子了 就是叉叉 等於 Function然後小括號 然後裡面放參數的名字然後 大括號好我們現在把它寫在黑板上好了 叉叉叉 這叉叉就是函數的名字啊 未來未來我要假如說 以這個 我們就以這個開根號為例好了好不好 我們就這樣寫 開根號其實就是已經有人寫好了 SQRT 它等於 我用黑字的就是不能動的啊 Function 小括號 大括號 這個大括號寫的有點小 好大括號 那這裡呢 這裡也是可以動的喔 這邊就放X 或者是你要放多個變數也可以啦好不好 就用X這樣子 那在這裡呢 實際上就是 就是X的 0.54 好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SQRT 其實就是有人寫了這樣一個函數啊 那這個名字你要命成什麼 這隨便你好不好 等一下你要 命名為什麼這隨便你 裡面的參數要放幾個喔 也隨便你 覺得說你要放X 豆點Y 豆點什麼都可以 等一下我們做示範 那這裡啊 就是說 如果有人用SQRT 輸入了X等於多少之後 我要做什麼運算 然後還回傳給他 這樣知道嗎 好如果你這樣子大概聽得懂的話 你就知道說 這個addScore 它等於 它是一個functionName對不對 然後它裡面有哪幾個變數 有一個變數叫X對吧 那這個變數叫X 那他做了 我們要做什麼運算呢 開根號乘以10 原來這是加分的一個函數啊 好我們現在 全部 那個執行完之後 右邊是不是出現了一個 addScore的function 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add Score 他就來說36 好36就會被加分成60分 這樣知道嗎 那100呢 100就不動嘛 對不對 開根號乘以10 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這個 常見的一個函數 好所以說這個 函數的基本寫法 應該 這樣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好那函數的基本寫法 沒有什麼問題的時候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我們來寫一個比較 比較就是比較複雜一點的函數好了 這個第2節課我們是不是有教費波納提數列 這個費波納提數列啊 他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如果我起始值會11然後我要20項 20項的話 這樣他就會給我第1到20項的這個費波納提數列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現在想 我現在如果啊我想寫一個函數 然後我就要產生費波納提數列 並且啊我希望使用者輸入這個20 這去改這個東西 你假如說我現在輸入50 他出來可能長成這樣對不對 好 那我要怎麼改勒 我們啊其實可以先把這個東西拉出來 舉例來說 先把這個東西改成 Less sequence 然後把Less sequence放到外面來 等於 20 好這樣 這樣我是不是還是可以執行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樣是可以執行的對嗎沒有錯 OK那這樣可以執行的 狀況之下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 函數外面給使用者輸入一個東西 那我要怎麼改勒來我們就改 XXX 好那個XX我們就要費波納奇好了 好我們自己後面自己打好了費波納奇等於Function 然後小括號大括號這是 函數的結構 函數的基本結構長這樣嘛對不對 自訂函數的基本結構 然後啊 我把這一串放上來 全部貼過來喔 全部貼過來 那全部貼過來之後 這個Less sequence是不是我要輸入的 使用者要輸入的 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放到這裡來 然後把這一行刪掉 好這樣我就完成了一個 費波納奇的函數 我現在對費波納奇的函數 輸入20 他就給我前20 前20項 輸入30他就給我前30項 輸入50 他就給我前50項 這樣有沒有問題 應該沒有問題吧 非常簡單 好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我們是不是就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 把這麼複雜的一個 就是一堆運算過程 然後變成了一個 函數 以後要叫起來就很方便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函數還有非常多 有趣的用法喔 好來 首先我們這裡還有哪兩個 參數可以拉出來 是不是起始值 如果我不喜歡從1起始可以嗎 假如說我想要從 我想要從 A B起始 好這樣當然是可以嘛對不對 但是你使用者就要輸入A 豆點 B 豆點 好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的話就是一個 這樣子新的費波納奇 數列 的這個函數啊 他就是我需要輸入三個數 1 1 20 好這樣是不是出現這樣 好那舉例來說 我現在故意從這個他的89跟144 我選89 144 好這樣我是不是等於從中間開始的 菲伯納奇數列 我再按Enter 他是不是從89跟144開始 繼續往後 20項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個函數啊 函數他的這個 基本結構 就是長這樣 我在這裡啊 有一些特定的參數 在外面 只要使用者輸入了他就會帶進來 然後執行完這一大串 然後之後把結果print了出來 好這樣應該可以接受吧 應該大家都是可以接受 好我們再教一些進階一點的東西啊 這進階一點的東西是這樣子的 如果啊 呃我們現在啊 我們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 呃學LOG函數的時候 LOG函數啊是不是 是不是長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LOG函數 如果啊 如果我們實在輸入3 然後後面給他一個 假如說bass 等於 3 那他是不是就是取了LOG 以3為底的3 對吧 可以接受嗎 但是如果啊 我直接打LOG 假如說4好了 我後面什麼 我後面沒有下底數 他是不是其實是LOG 以字函數為底 3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現在的 關鍵出來啦 這個 這個函數啊 這個函數是不是很特別 如果我不打他 那他就會認為那是一個什麼值 對不對 那如果我打了他 他就會又把它改掉 好那我現在來試一下我現在有三個變數的這個費波納奇函數喔 如果假如說我只打 我只打20 他會告訴我說 欸做不了 而且他給我的提示是什麼 缺少引數b也沒有預設值 所以原來是可以給預設值的對不對 好這樣知道嗎 好那我要怎麼給預設值勒 其實在函數這裡啊 假如說我喜歡 AB是有預設值的 A等於1 B等於1 這樣什麼意思 就是 如果我沒有輸入AB的話 那AB就是直接帶1進去做 好這樣懂我意思了嗎 好然後我們並且 因為為了順序 等一下我們要打 我們把 需要輸入的把它放到最前面 好這樣子我重新執行完一次之後 你會看到我這個時候輸入費波納奇數列 好20 他就會給我20 這個default20項 那如果我想要改這個 改這個 A等於 假如說A等於89 B等於144 他就會給我 他就會給我這樣子的這個東西 好所以說啊 其實函數是可以給預設值的 這樣知道嗎 那 並且這個 你只要 這樣子的一個函數 就會蠻好用的 因為你需要的時候改他參數 不需要的時候就default值 所以你會看到非常多函數 假如上節課學的讀檔函數 read.csv 他是不是有很多額外的參數可以下 但是你不打還是讀得進來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 他有非常多的default value 好那 剛剛的這樣的一個函數啊 他如果 last sequence 他如果小於等於3的時候 他顯然會出現錯誤嘛 我們這邊給一個 假如說他如果只有2 他是不是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會出現錯誤 因為 我應該要 這個整個這個 菲波納提數列的這個 應該要從第3項開始進行規則嘛 對不對 所以說他如果輸入 小於2以下的數字 就是包含2 那是不是會出現錯誤 所以我必須給一個警告 絕對來說啊 我們可以在這邊輸入 if 使用者輸入的 last sequence 他小於3的話 我就需要給他一個警告 last sequence 必須大於3 else我才要執行 好所以cat這個函數 cat這個函數 我們是不是有學過 就是可以拿來這個 講話 好我們現在把這段執行完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 菲波納提2 他就會告訴我 last sequence 必須小於3 如果我給他3呢 他就會給我一些回答 這樣可以吧 好除了cat以外啊 大家還可以知道 在函數裡面啊 我們還有兩個 函數可以 就是 如果我要跟使用者溝通 因為我寫完這個函數之後 我要跟使用者溝通 你還可以在裡面寫 STOP 這個不見得要會喔 我現在講 STOP 他並不是核心函數組啊 就是 不會不會怎麼樣 但STOP有什麼好處勒 菲波納提3 他可以執行 2 他出來的是 Aerror Messenger 這樣知道了嗎 你如果print這個的話 使用者有時候搞不懂 這是什麼東西啊 如果沒有一個紅字去提示他 這個是 這個其實是有問題的 如果你需要給使用者看到 紅字的話 你可以 STOP STOP出來的字 就是 Aerror Messenger 這樣可以吧 好 但這不見得要會啦 好不好 因為這不是核心 好那我們現在啊 我們現在請大家要做一個 簡單的練習啊 大家把前面弄完之後啊 這邊有一串 找直數的 找直數的這個 的這個 一串語法 這找直數的一串語法 現在這個 maxx等於100 我們下面我們 現在不太想管他怎麼做的啦 那總之就是 你輸入max100的話 他就會找到100以下的函數 對不對 那如果輸入 假如說輸入200 他就會找到200以下函數 OK我們現在要的工作啊 就是 請你把這個 就是 請你把這個東西 打包成一個函數 並且可以 讓我們 很 輕易的找到 多少以下的 值數 那當然 如果你這個數字輸入的 是 2啊 什麼好像會出錯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請你啊 請你要做些他的保護 這樣可以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題要怎麼做啦 這個 我們這樣的一個函數已經非常清楚了 這個max.x 是一個外面的一個參數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要寫出來的話 我們只要寫說 就來說 prime number prime就好了 懶得答 好 function 那這裡顯然就是放maxx嘛 對吧 然後接著大劃號 把這裡全部包進來 好那這樣 這個刪掉 那現在我 要打prime prime100 好是不是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但是啊如果你打到3 3還是可以的 2呢 2就會出現問題對不對 所以2我要怎麼解決勒 我是不是要告訴他說 if 這個max 點x 他如果 小於3 那我就要做一些 做一些警告 else我才能執行對不對 好注意喔 有一些同學齁 他們在打程式碼的時候 呃 不習慣 假如說先 把這一串打完之後再來做事 呃大家要注意喔 因為大劃號 你的這個 這個數目一定是要 完全正確的 有前面就要有後面 所以說 請你 盡可能都習慣 這樣打完之後再把下面貼上來 好這樣是比較不會出錯的啦 而且他這個 在開發的時候他的這個 位置第幾格是有順序是有對應的嘛對不對 好這樣子我們才有stop 這個max 點x 好 那我們這樣全部run完之後 我們現在在打prime 他就會告訴我不行 好注意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裡 右邊有一個 小箭頭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 收起來 如果你的程式碼打得很長 然後有函數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它收起來的 這樣知道嗎 這樣子的話我們在下面 打其他程式碼的時候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就 非常的簡潔 好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 除了 用這個小箭頭可以收起來的話 大家還是可以試試看 在鍵盤上面打ALT0 ALT0也可以收起來 這樣知道嗎 好就這樣 那我們繼續繼續往下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的話請你 再下載一下上禮拜這個 DATA 2-1這個檔案 DATA2-1這個檔案 是我們這個 就是一個測佔的資料 那我們已經知道了 找出這個重複的資料 我們需要用到duplicate這個函數 對吧 那 就算你不用duplicate這個函數 你一樣知道duplicate這個函數是怎麼做出來的喔 好不好 duplicate這個函數是 也是很容易可以做出來的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啊 先把這個檔案給丟出 給這個 讀進來 今天是Lesson4 好我們把這個檔案讀進來 啊這個是已經 DATA1 clean是已經清理完了對不對 這個新容國小已經少了一筆 你看5跟6 5跟7中間6不見了 對吧 名聲國小也少了一筆 這個26跟28中間27不見了 好那除了 把DATA clean 如果你要把這個 整個這串函數 抓出來的話 首先 你就非常清楚了可以看到這個file pass file pass這個 檔案的名稱如果我們有很多類似的檔案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file pass 把它寫到這裡來 那並且這個file pass放在這裡面 這樣子的話我是不是就可以寫出一個DATA PIPELINE 等於 FUNCTION 好注意我的FUNCTION怎麼寫的喔 我總是先寫FUNCTION小括號大括號然後我再把這一串 複製上來 然後再把file pass把它放到這裡來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就是我的 DATA PIPELINE的這樣的一個函數 這樣的一個函數我直接打出 哎呦 我這樣子 好直接打出這一行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 答案讀進來了OK 好那我 之前喔之前我們都沒有 沒有去示範過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符號他跟等於一樣 這個符號跟等於一樣 跟等於的意思完全一樣喔 就是一樣是把右邊的東西傳給左邊 他們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啦 好不好 所以用等於就可以了 好我們這樣子 看一下這個 Lesson 4 好一樣是可以讀進來的這樣可以嗎 好注意喔你這樣子print出來之後你當然可以把這個物件的結果 把它儲存到左邊變成DATA 1 CLEAN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繼續來 繼續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還有另外一筆資料 這一筆資料 是DATA 2 那這個DATA 2 DATA 2-2 這個DATA 2-2同樣的請你下載喔 在這裡可以下載 好不好這裡這裡在哪裡 這裡 請按這裡下載喔 下載完之後我們把DATA 1 DATA 2 把它看一下 DATA 1跟DATA 2是不是有不同時間點 不同策戰的資料 有一些相同有一些不同 我們現在 想要根據這個策戰 想要把它做一個合併 什麼意思呢 舉例來說 這邊有一筆資料 DATA 1 然後這邊 ID A B C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些Value 這樣可以把V1 那我們這邊有DATA 2 ID A C E V2 好現在有這樣的兩筆資料 我們現在想要把這兩筆做合併的時候 我們之前有學過C Bind的 對吧 或者R Bind的 對吧可以接受嗎 可是我們現在想要做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想要合成一個這樣的DATA ID A B C 然後E 那V1 V2 那這裡V1當然這裡有三個值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沒有的 那這裡咧 這裡就是有一些有 那這裡是沒有的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因為 在DATA 2裡面 它沒有 沒有 B這個 B這個 ID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在 DATA 1這裡呢 沒有E這個ID 所以說我們可以透過 我們可以透過的函數叫MERGE 把這兩個函數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知道了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把這兩個函數合在 這兩個 檔案合在一起啊 MERGE這個函數我們來學一下 好 DATA 1 CLEAN 跟 DATA 2 CLEAN 都有了以後啊 我們可以學會學習一下MERGE這個DATA MERGE是把 DATA 1 CLEAN 放進來 DATA 2 CLEAN 放進來 BY 就是說我要的這個所影值是什麼 所影值是School O等於True就代表我所有的DATA都要 我現在全部執行完之後MERGE DATA 我們把它PRINT出來看看 你可以看到 這個像看起來這個 仁愛國小 就是第一筆有 第二筆也有 仁愛國小跟內湖國小是第一筆跟第二筆都有 因為它到下面都還有嘛對不對 那這個 南湖國小 他第一筆有 但到這裡第二筆就沒有了 對不對 第二個DATA裡面沒有南湖國小 那第三 那這個中山國小呢 就是第一筆有 那第二筆沒有 第一筆沒有但是第二筆有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我們就把 仁愛國小 南湖國小跟中山國小一起拿來看一下 它原始的檔案裡面是不是有 好這個是 它應該是要有沒有中山國小但是有仁愛國小 跟這個南湖國小對不對 南湖在哪裡 南湖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那在 那在第二筆資料裡面 它應該就只有仁愛國小跟這個 中山國小 南湖國小沒有對不對 中山國小 我們看到了 恩 仁愛呢 仁愛在這裡 但你怎麼找一定找不到南湖國小 這樣知道吧 好我們是不是就做到了我們剛剛那種 我們想要的拼法 透過merge這個函數 好不過 你會發現這樣的一個資料還是太太亂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把我們有一些假說像經緯度這個是重複的資訊 這個東西我們其實不需要對吧 好我們來先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 SD0 這個 SD0這樣的一個 這個 就是變數 它其實是PM2.5的濃度 那我們其實只想要看PM2.5 在每一個側站 不同時間的變化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 Data1 clean 我們還想要把它改成 這個Data1 simple 這個Data1 simple 它就只剩下 School 跟這個PM2.5的值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好看多了 跟Data2 simple也是 School跟PM2.5的值 那我們呢 就可以把兩個 Simple的Data 合併在一起 這樣子 看起來就會舒服多了 好看到了嗎 仁愛國小第1比 第2比各式多 南湖國小第1比第2比多 內湖國小第1比第2比跟分別是什麼 南湖國小第1比跟第2比分別是什麼 那第2比它沒有 所以我們就填上NA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是不是就 簡單多了 好你學到了這一步之後啊 你是不是就可以想到一件事情 我們第3間學校 也可以這樣設計喔 我們第3間學校 我們把Simple Merge Data 弄下來之後啊 我們的第3間學校 Data Clean等於Data Pipeline 第三個檔案 然後同樣經過Pipeline之後 再做過Simple 再把 注意喔我們現在是把 剛剛的Simple Merge Data 它已經有兩個 兩個側站的資料囉 把這個Simple Merge Data 跟 現在的Data Simple 把它做一個合併 變成新的Simple Merge Data 現在我們再看看Simple Merge Data 你就看到了3個Valu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你是不是發現這個Simple Merge Data 它可以不斷的 把自己 跟新的資料一起合併進來 自己跟新的資料合併進來 覆蓋成新的它 這樣子它就會越來越多 這樣可以吧 好 同樣的第4筆資料 我們再合併一次 好是不是第4筆資料也被合進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練習題 練習題就是啊 這個選欄 我們是可以把它搞成一個回圈的 對不對 你看這個i這裡 我們是可以 透過 把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把它 弄成一個paste paste 好我們是用paste函數OK paste 然後我們把中間這個e 把它去掉 這樣子是不是 中間我是不是就可以 我是不是就可以填入i這個函數 好這是什麼意思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paste 這一串 它是不是就是 這個 還需要下一個指令 sep 等於 好這樣的意思就是啊 我 中間 這一段跟這一段跟這一段 這三串文字 它中間的間隔 是 什麼都沒有的 如果 如果default指它間隔是空白所以我會看到這個樣子 好那這樣子的話我是不是 因為我把 一串文字 把它分拆成了三個部分 那我並且 中間的有一個部分是可以動的 就是i這個東西是可以動的 我現在是不是透過i的改變 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改掉 好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一串 把它放到這裡來 並且 說它是i i等於1 這樣我是不是讀進了data 1 clean是不是就讀進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 所以說啊你可以看到這一串語法 可以把 data 1 data clean start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資料把它弄進來 好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些東西 我們 1 然後讀進來之後 data clean start 然後之後從2開始 之後都是continue continue 那我們的start都可以把跟自己原來的合併 Start跟continue合併變成新的start 就 Start再跟continue合併再變成擴充一次 Start再跟continue合併再擴充一次 最後我們的simple start 它看起來 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好 喔這個因為在這裡我需要lesson lesson 4 好這個檔名完全看你放在哪個路徑啊好不好來 好這樣是不是最後就是我要的答案了 好我現在啊 到這裡準備要給大家練習啦 首先你有兩個練習 第一個是 你要改寫成回圈的形式 就是這樣 因為我都已經把它改成i的形式了對不對 你要改寫回圈的形式 第二個你需要做的是 這個 這個 從clean變成simple 這個好像也可以合併到上個函數裡面對不對 請你試著把它合併到 Data Pipeline這個函數裡面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更 函數就可以更簡潔 好不好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 做這一題啦 這題其實 呃 如果你對回圈夠熟悉的話 我們都已經寫成這個樣子了 要包成回圈應該不是太難了 對不對 來 for 我們來寫 for i從多少 1到4對不對 然後 因為 i等於1跟i等於2到4他的這個 內容不一樣嘛 所以說 if i等於等於1 d Alse 好大家有沒有注意我在打魚法的時候 真的都是 我都先把結構打好再填 填空 對不對 大家應該要學習我的習慣啦 好不好 這樣子的話 好這樣子 下面就不用了 這樣子的話我應該就可以 得到一模一樣的結果 好這樣可以吧 一模一樣的結果 好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還有什麼辦法把這個clean 把它放上去 當然是可以的嘛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clean 他現在關鍵是不是在這裡 就是我們clean完了以後 我們clean完了以後 我們還需要 只選這些變相 然後把它輸出對不對 等於 data1.simple 然後我們輸出 simple 這樣可以吧 那這樣子的話我是不是 Data Pipeline 是不是就直接這一行就好了 好直接這一行 好這樣子 這樣子是不是我就把那一行整合上去了 因為那一行是所有的人都要選這一行嘛 我們再做一次 好一模一樣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好 有同學問說這警告是什麼意思 這警告是齁 我們剛剛在 我們所有的這個變數名稱都是sd0 這個都是sd0 他在合併的過程中 他就必須要改名字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就必須要改名字嘛 那 所以說這個警告其實不重要啦 那你說 我有沒有什麼 我可不可以去改一下他的名字 假如說我 最後 假如說出來 我希望這些名字我要再改一下 可不可以改 當然可以啊 我可以用carnance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可以carnance 來我們先看一下結果 好看起來是不是 好看起來是不是相當多了 pm2.5第一比第二比第三比第四比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子呢 因為 past0 past0就是past函數 但是啊 我強迫他的間隔是 什麼都不要有間隔 所以就是past0函數 那所以其實 可以用past函數替代啦 他這個東西就是 pm2.5然後1到4 那他把它貼起來的話就會p2.5 之一之二之三之四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把它填入 carnance 第二個到第五個裡面 這樣可以齁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喔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有 在這裡有做一個示範 這樣可以吧 就是 carnance做一個改變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我們今天 最具挑戰性的一個任務啦 這個任務 你做完的話 你會感覺到 你好像跟 從前不太一樣了 這樣子 這個任務應該 就是 你 光看這個任務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 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做來 我們把這個三之一這個data 讀進來之後 好你們看到換了一組對不對 之前都是二之幾 現在變三之幾 代表level 那個level提升啦 好 這一筆資料 他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 什麼勒 就是 有id 有disease 好這樣的資料啊 他是沒有辦法 這樣是很難做一些 簡單的統計的啦 那我們 想要把資料換成這樣子 A這個人 他有沒有 沒有CKD有沒有depression 有沒有DN有沒有HTN 以此類推下去 B這個人 有沒有 他沒有HTN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請問一下 從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檔案 轉成下面那個 上面那個資料格式 轉向下面這個資料格式 大家現在有沒有idea要怎麼做 第一步要做什麼 第二步要做什麼 那之後我們呢 可以把 結果做出來 好 先跟大家 這個 講一下 就是絕對不可能用到新的函數嘛 對不對 絕對都是 交過的函數 來 我們想一下 要怎麼做好不好 有沒有人要提供意見的 從 原本一個 這樣的一個資料表 轉成 這樣的一個資料表 AA XXX 這個是小A 小B好了 然後變成小A小B 小C小D在這裡 然後這是大A 大B 然後這個 有 有 沒有沒有 好 這樣的一個資料表轉換應該怎麼做 大家可以想一下嗎 有沒有人要提供意見啊 我們發現大家都比較木納一點啦 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入訓的職業傷害 好那不然 我們 我們 用 我們來 這個 學弟你要不要講的話 學弟你要不要講的話 第一步要做什麼 你覺得 id id id排順序 好啊 可以 那id排順序 你有沒有想到要用什麼函數 上網查 哎呀 我們之前 欸你笑了 來你想到了什麼函數 我早就沒想到 腦子一片空白 所以我現在交這個證物給你 你腦子一片空白 來 我們這個時候齁 我們來 因為你們第一次遇到這個任務啦 我們下節課開始就會 再多做幾種這個任務這樣子好不好 那你們第一次遇到這個任務的時候 來我們 我們首先 剛剛這位學弟講得非常好 我們先 他講說先把id順序排出來 他其實啊 想要告訴我們 提醒我們一件事情 欸這一個 這個idea 首先我得先知道他有哪些人 然後總共有幾個嘛 對不對 哪些人幾個 這件事情對不對 欸 哪些幾個 這件事情 你們有沒有想到一些事情啊 什麼函數可以得到 這邊有哪些人 蛤 想不到 蛤 蛤 蛤 Noidea 有沒有人要提供下idea的 欸 你們那不然我們換個問法好了啦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id 因為你們被那個id啊 然後幾個人 哪些人 離貨 我們今天如果是一個 舉例來說一個 變數 然後他 分別有 男生女生兩類 那我要拿到男生女生 這兩類的名字 看他有幾類 這件事情我要怎麼拿到啊 我還是沒有idea 好 來我給大家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學到一個 學到一個 學到一個 彈數叫 Levels啊 Levels可以拿來做什麼事情 或者說 因子向量 他是拿來做因子向量對不對 對不對 因子向量是不是特別的 做完之後 會有對照表 對不對 欸我們 我記得我們的練習題 好像也有 練習過 因子向量 Levels Lens的組合 對不對 我們練習題就有做過了嘛 不是說上課講完就算啦 練習題他有做過 大家還記不記得 一堆數字裡面找出 總共有哪些數字 還記不記得 這個技術 一堆數字裡面 找出有哪些數字 對不對 這一題我記得大家都會啦 當初至少大家都會啦 因為那個時候 需要函數在前頁嘛 對不對 好 說一下 我們 第一步 人數 人數需要用到 Levels Lens 這樣的組合 對不對 那人數是不是 這一張table的 在這邊 這邊是不是人數 這樣可以吧 這是人數嘛 對不對 好那 接著下一步有沒有人用idea了 人數我們知道了以後 下一步要知道什麼 疾病數嘛 對不對 欸對 疾病數 二疾病數 Number of disease 好 Number of disease 是不是就在這邊 這裡嘛 這裡就是N N disease嘛 對不對 那在這裡呢 這邊就是1加上N disease 因為1格我要點ID嘛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有了這兩個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個空的這個 怎麼產生一個空的這個 蛤 Matrix 對啊 還記得九二乘八表嗎 先產生一個空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你會發現我們好像前面的那個技能喔 看起來都很簡單 前面的題目看起來都很簡單對不對 他們好像還可以組合出一些玩意啊 所以我要 先產生一個 我們假設就 假設就 好1234567 7個人 7×5 好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產生一個 假設就只有7個人啦對不對 然後4個疾病 這樣是不是7×5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一格一格填啦 好在一格一格填之前啦 這邊ID是不是比較好填 這裡是不是比較好填 我這裡是不是可以先填 這裡怎麼填呢 欸就是 人數 在產生人數的過程中 我就會產生 他有幾個人嘛 他有哪些人嘛 對不對 那哪些人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填過來 這樣可以嗎 好那請問一下這格怎麼填 這一格在問什麼 這一格是不是在問說 欸這個人 A這個人他有沒有A這個Desease 那A這個人有沒有A這個Desease 我是不是可以回來這個表找 找說他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一筆資料 有的話 我就填True嘛 不然我就填False 對吧 好我們來大概了解一下整個流程之後 我們再來看程式嘛 好不好 然後一步一步教大家 把這個整個過程做完 可以嗎 那我們等一下做完的時候 你當然就是要親手操作啦 大家記住那個順序喔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就是 如果我們要做這種 資料轉換的話 其實原則上啊 都是跟做99乘法表一樣 我們的工具其實就很非常有限 就只有99乘法表那種工具 是什麼呢 首先我先知道 他的形狀 就是 我要產生一個空的表去讓我填嘛對不對 產生形狀的重要的函數 大概不外乎什麼 Levels啊 Lens啊 這類的函數 對吧 然後產生這個形狀 產生完形狀之後 這個 我們就用 回圈去填他 單層回圈不夠 我們就用雙層回圈 對吧 好 這樣懂我的歷史了嗎 你會發現前面我們教過的所有東西 在這一個 練習題上面 我在這一個 小結上面 我們終於要把他全部組合在一起 你現在開始啊 你學的這個層次啊 你之前學都是 一點一點 這邊又學會的功能 這邊學會的功能 這邊學會的功能 現在開始我們要做組合啦 告訴你們各位 之後 這個 全部的 在我們之後 所有遇到的這個 至少到第八課以前 我們 之後所有的這個小結 都在組合函數 再也不會學新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全部都是 透過不同的 Case 然後 去找找看 怎麼樣去組合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喔 我應該先到下一頁給大家做一些提示啦 大概就是 你的函式 你學會的函數就沒幾個 對不對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你如果啊 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你在上課的時候 你想要好好的 好好的 進入我們的思考 你就是 手邊抄一份 就到第四課為止 你就把我說過 是核心函數了 把它寫下 不會超過20個 跟你們保證 那 把它放在你的旁邊 你就想一下 反正一定就是用那些函數做出來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就可以 你那個時候 你如果 看到levels 你可能會想到一些事情 對不對 好 我們來做一下 首先 我們要先把 先把 sample level sample 把它求出來 這樣可以吧 這個level sample 是不是就是 總共有 哪些人 對吧 好 這個level sample 他a到z 他寫 一定有少掉一些人 為什麼勒 因為我的 人數 其實只有24個人 有沒有人要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說 這個level sample 我怎麼看到 他a到z 少了哪些啊 好大家可以再 思考一下 想一下 當初我們那個 當初我們那個就是 那個練習題 他怎麼做的 你就可以做到了 好不好 n.sample 24 所以我其實有24個sample 接著我的 delsease的數目呢 delsease的數目也是 delsease的數目4個 sample數24個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要產生空的 24乘4的矩陣 24乘5啦 因為還要加一個 那個id 這樣可以吧 好產生一個 new data 這個new data 他的 首先全部都填0 那他的這個 n.rault 就是number of sample n.colon 就是5 好那接著我們把 colonance把它填進去好了 colonance id 和levels.dease 注意我的做法喔 我的做法 我在產生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是不是id ckd 這個是不是就已經填完了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全部都是 我其實就是在不斷的用不同函數去把我現在的那個 東西做一些修修減減 那最後他就會成為我想要的東西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接著 我們要先填id嘛 id比較好填 id要怎麼填呢 id是不是他裡面的 第一個colon 這樣可以接受嗎 全部把它填進levels sample裡面 這樣填完之後我們再看一次我們new data 是不是已經被我們填完了 這樣可以嗎 我們是不是很有效率的把它填好了 好這樣可以吧 在這裡 OK那我們下一步要做開始做回圈了嘛對不對 來 我們現在啊 想要做回圈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先看 i等1 的時候我們要怎麼做 i等1的時候就第一個人嘛對不對 對不對 i等1的時候第一個人我們把 我們現在的data 把它叫出來這是原始data 這是跟第一個人有關的資訊 對吧 可以接受嗎 你發現他四種疾病都有對不對 好四種疾病都有 我要怎麼去檢查 我要怎麼去填到這裡來來大家想一下 這四個格子要怎麼跟這四個資訊做一個整合 如果i等1你覺得這樣子就全部填True啊 這樣那我們用i等2來看 我的第二行 顯然就是 ckd要填 這邊要填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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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填False 來 要怎麼填 大家想一下 我們還學過什麼 我們還學過什麼 去判斷 前面的東西有沒有出 就是 判斷有沒有出現在 什麼東西這樣子 這樣子 啊沒有idea 好 這個沒有idea沒有關係 這個還記憶著percent in percent的東西 percent in percent啊 他是不是在問說 左邊的東西 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說 主要說 一 二 三 他有沒有出現在 一 三 類似這樣子 那這樣他回答有什麼 True False True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喔那你現在想一下 我們的 Desease 總共就只有四個 所以我們就把 A disease A disease B disease C disease D disease 把它合起來 percent in percent 問他說 這個人的 這些東西裡面 有沒有出現 ABCD 那如果 以這個 以這個病人 以這個 B這個人來講的話 他後面是不是只有三個 所以他是不是回答我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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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 那我可以全部一起填入 第二個 Raw 2到5個Colum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有follow到我的順序的話 我們現在來打程式語法來看一下 我們要把怎麼把 這個人的 疾病把它抓出來 是不是 這樣子 我們再只看第二個Colum 我們只看第二個Colum 現在是不是 只剩下這些疾病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只剩下這些疾病了喔 然後 percent in percent 先打 前面是不是要放向 Level's disease TrueTrueTrueFalse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把它放到哪裡去 把這一串東西 放到 NewData裡面 第一個Raw對不對 第幾個Colum 第一個不要 剩下全部都要 因為第一個是 ID嘛 對不對 這樣子 全部執行完了以後 你就會看到 是不是被我填進去了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好 那 大家如果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有熟悉的話 我們的練習題就是 請你完成 好不好 應該不會太難吧 對不對 主要是要帶大家 第一次去follow那個過程 好不好 就是 進入我的思考流程 然後用回圈把這一串完成 回圈應該 大家現在已經非常熟練了 因為經過大量練習嘛 對不對 但是大家在試的 自己思考一下 我是建議不要用貼的啦 好不好 就是 完全就是follow一下 就是我剛剛的邏輯 除非你忘記那函數怎麼打了 你再去看一下貼一下 這樣好不好 一步一步把它完成 那這邊我們就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好不好 好大家再看一下這整個流程 好不好 首先先決定 level sample 總共有幾個人 哪些人 幾個人 哪些疾病 幾個疾病 產生一個矩陣 然後這個矩陣產生完之後填入colonance 然後填入sample名字 最後i等於2的時候這樣 一行可以做完之後 我就可以把這一行打包成for i in 多少呢 1到24對不對 24你可以改成nraw 你可以改成n.sample 好然後接著 這樣全部執行 你的n data都出來了 你的標準答案 好不好 那關鍵在於你怎麼一步一步這樣想下來 其實沒有幾行嘛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裡 這個 使用percent in percent的這個想法 你必須要想得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今天 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我想該 就是 到家 到這一個 這個最後一個 練習體的人 是給大家一個啟發啦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個 還可以的話 那後面的課程應該也會蠻輕鬆的 好那我們就上到這裡啦 有問題可以留下來 我們要求 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 學會這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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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